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到了北约组织 然后在跟北约组织谈话完之后 双方达成一个协议 也就是欧洲在这一场冷战之中不完全战边 但是在新疆的议题 欧盟罕见的从天安门事件以后 第一次对中国提出制裁 为什么新疆的事情对欧盟而言是如此严重的议题 我们待会要为大家做出从欧洲观点出来的分析 整体而言 现在整个欧洲 美国 英国 大概全世界都主要的 你想西方国家 欧洲这一次加入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德国过去在好几个议题里头是采取中立 共同制裁中共 违反新疆维吾尔人权 我们先从欧洲的观点为大家做出报道 待会儿我们为大家来谈一下新疆的维吾尔人 如何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成为中国最大的内政之忧 刚刚才在阿拉斯加上演的中美外交战 只是一场声光剧足的政治大秀 一道大国博弈争霸的开胃前菜 3月22日星期一春雷乍响 欧盟在2021年春天祭出制裁 这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来 欧洲首次对中国进行制裁 这四名高级官员将被禁止在欧盟境内旅行 并将冻结他们在欧盟拥有的资产 这时中国还是半夜 但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 立刻连接到欧盟驻中国大使尾白 向欧方提出压证抗议和强烈谴责 并通报中方的有关反制措施 欧盟红冻和Canada有同意义的同意义 那些美国人特别分析 被换了两個四人的费金 净好利台ình权 特别无法称 中国为十五人和四组维俄 美国人设计的对中国制裁 还没结束 跟中国的外交迹象专门 不正连到被认为最严重的 中国的加lav分裂 中國制裁名單上的十位歐洲人士分別是五名歐盟議員和荷蘭比利時立陶宛的三位國會議員以及兩位德國和瑞典學者 四個單位分別是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和歐洲議會 德國智庫中國研究院以及丹麥非政府組織民主聯盟基金會 個人則被禁止進入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 與他們有關聯的公司和機構也不得與中國進行商業往來 而最令人驚訝的是十位人士的名單中一共有三位德國人 兩名德國籍歐盟議會議員和一名德國學者 德國是制裁名單上人數最多的國家 而眾所周知德國是全歐和中國經貿關係最密切的國家 也是去年歐盟輪值主席國任期結束前 全力催生中歐投資協議的最大推手 這位遭到制裁的德國歐盟議員 是支持中歐投資協議的保守黨團成員 被制裁不是因為他對新疆問題的立場 而是因為他是歐盟議會台灣之友小組的主席 中國名單中唯一的法國人 正是去年12月17日 歐盟議會通過對中國對新疆鎮壓行動和強迫勞動 施行針對性制裁決議案的發起人 而法國學者認為中國無權干涉法國國會議員 赴臺訪問事宜 中國主席大使魯沙耶在推特上攻擊 稱他為小混混和瘋狂的烈狗 郭主席的選舉 這邊請到新疆分鍵 給新疆利責任 郭主席會議 今天請問雷啟議員 又需要贏將 に迷惑 反正的方法 但是這次有方法 讓我們有不少 我們做的的一個 寸臺 露出現這次的筒文部 辛倫 в Hong納 在烏龙 跟這次團戰 我們從來看 介意是誰 以為他們希望 不明大利 法國的法國 一共有五位不同党团的欧洲议员遭到制裁 接下来必须经由欧盟议会通过的中欧投资协议 被认为是凶多吉少 欧洲议会原定23日 审议中欧投资协议的会议被临时取消 雪你也可能这段连文在邮导议 liter 西式议会议 happened 和沙发达罗议联系 这件事是什么中国中国军事 这个问题是更耐通的 但我认为赢了议那些负责 是让他们做这些责争 这件事是什么中国中国的重量 而且我们也要看待它 用戏来的新冠奉政策 所得更明确的政策 中国中国的澳闻 阿拉斯加中美外長會議上 對中國率先開炮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歐盟宣布制裁的第二天 就馬不停蹄地趕到了布魯塞爾 被川普任內極力漠視羞辱 被馬克宏稱為惱死的北約 布林肯的到訪 不僅為奄奄一息的北約 注射了一劑強心針 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存在理由 布林肯親訪歐洲的伴手禮 是拜登政府面對中國的新論述 是一個價值觀的故事 是一個軟實力的故事 歐盟與英美嘉在對中國的制裁上槍口一致 這是川普霸凌歐洲四年的噩夢之後 歐洲終於再度與美國同不同調 這是一個時間上的偶然 還是一個常態的開始 疫情加速強化了中國的霸權地位 也凸顯了中國依舊是全球市場 重中之重的事實 再動人的故事 再強大的軟實力 最後都是數字和鈔票 這才是布林肯在北約之後 緊接著造訪歐盟的真正目的 歐洲在川普四年任內不但和美國漸行漸遠 也促進了歐洲追求獨立以及尋找美國之外的市場 去年12月30日不顧上會就職的拜登團隊警告 執意與中國簽署了中歐投資協議 但是這一次北京回應歐洲制裁的強硬與高調 被歐洲媒體認為是把歐洲再度推向美國的最大助力 外國列強加齊幾門大炮就能打開中國大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幾個所謂的學者和媒體同官方勾結就能肆無忌憚地抹黑攻擊中國 而不受任何懲罰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 奉勸他們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利益與民族尊嚴的堅定意志 來而不往非理也 他們終將為他們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價 而就在布林肯造訪歐洲的同時 中國外長王毅正在桂林美麗的山水中 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議 會議主題正是如何擺脫美元霸權 實施制裁要比取消制裁容易 雙方互相祭出制裁之後 有關新疆棉花強迫勞動的爭議持續延燒升溫 Nike 瑞典品牌H&M 愛迪達與IKEA 都被點名加入抵制用新疆棉花 引發大陸明星分分終止品牌代言 三個月之前 中國引發了華盛頓與歐洲之間的分歧 三個月之後 中國的強硬路線卻深化了歐美聯盟的可能性 但這真的是上個世紀 美蘇冷戰的重演嗎 只要有矛盾存在就有外交空間 丘吉爾曾自豪地說過 昂格魯薩克遜人的傳統是從不單打獨鬥 而是以多甚少 英國的敵人永遠比英國擁有更多敵人 歐洲沒有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本錢 只有一條困難險峻的剛所可走 歐洲一條困難 和歐洲一條困難 誰本身是很正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